农历新年将至一些民众看中了商机 在家制作硬结的工艺品抢供线上市场 受访的业者表示 虽然手工制作饰品耗时耗力 盈利不高 但是经营网店的成本低 所以有发展的空间 来看记者李正义的报道 藏着祝福纸条的幸运饼干 可用手挤压输解压力的金菊 这些以农历新年为主题的真知工艺品 都出自陈杰亭的巧手 因冠病疫情 他无法回马来西亚探亲拜年 于是决定把兴趣转变为收入 利用放工休息时间编制春花杯垫 服带发带和橘子包包等 再将他们拍照放上网接受预定 反应还不错 扣除成本之后 陈杰亭每个月可以通过制作这些手工艺品 赚取大约100块钱 收入虽然不算多 但至少能够让他善用周末无法回国的时间 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同时赚一些零花钱 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小孩子 都either TikTok还是Instagram比较多 所以我就选择在Instagram 都开我的这个生意 会再做多一点marketing 好像在Instagram它可以有那个apps 还是在carousel spotlight还是boost rich out更多的人 配合牛年和情人节到来 这两名南大学生也设计了三款瓶中井 里头部分装饰如金桔和树枝 是他们用黏土亲手制成的 线上生意让他们无需担心 电免租金和囤货问题 同时能参考电商平台提供的数据 制定营销策略 如果他有很多很多人喜欢那个 所以我们就知道OK 可能这个是人家喜欢的 而且我们通常也会有顾客 会跟我们联系 通过carousel 就知道OK 什么产品就是没有什么人会喜欢的 either lower the price 或者是redo the whole terrarium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正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